今天最後一條Chanel Haul影片 這條影片是我最後一條海量的Chanel Haul 我會繼續拍unboxing 但份量方面沒那麼多 因為接下來Chanel加價在美國 加大約10%左右 我最喜歡的包包就是他們的Classic Flaps 以及Reissue 加了價之後現在要5指頭美金了 我也會買的 但可能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的顏色我才買 再加上我的包包櫃已經不夠了 在開始之前我也想宣傳香港的微博 其實我已經開了一段時間 但之前就荒廢了 但現在跟我的Instagram同步 我也會盡量post一些跟Instagram Facebook page有些不同的東西 而且那邊也有sorry 所以還沒follow我的朋友 記得快點去follow 這條影片比較長 所以你們可能可以吃午餐 晚餐的時候 或者找東西來吃喝喝看這條影片 因為鞋子方面有20對左右 而Baba差不多30個 我們有一些小件的東西開始 人生第一次買Chanel的衣服 Aww 一直都沒有想著買他們的衣服 因為真的很貴很貴 而且我一向也不太喜歡買太貴的衣服 除了可能氣外 魚 多數的衣服比較便宜 因為經常會有不同的衣服 因為可能拍攝Instagram的照片 或者拍影片的時候 都會很少重複這些衣服 身上也有第一次的 真的不是錯 這件衣服 是一個薄薄的 好像一個透的袋子 上面這裡寫著Chanel 後面有一些洞 可能可以收藏一下 不會被迫著這件衣服 拉鍊也上面寫著Chanel 最新款的Cruise Collection 2018年的一件衣服 他們的主題就是這個希臘 這件衣服不是普通T恤 其實是一個厚厚的質地 還沒去到 有點像衛衣 但不是很熱的麵 不是冬天的麵 後面有Chanel的Logo在這裡 這個尺寸是加細碼 然後是這兩件小小的顏色 其實我本人對顏色完全沒有興趣 除了Choker和我現在戴的習慣之外 Choker是因為我穿這些一至三 才會戴的 平時穿T恤那些我都不會戴的 耳環方面想保住我的耳孔 這個 是一些巾漿 一個向水瓶的設計 這個是限量版 近看是有些閃石 那些巾漿通常在Twee的包包上面 或者是外套 牛仔外套 或者是Twee的外套 但我現在沒有Twee的外套 可能遲些會買 但我覺得收藏也不錯 這張也是 就是這個CC Logo 這個很特別 因為很Chanel 你看到一邊是他們的鏈 平時包包的鏈 然後另一邊是珍珠 因為Chanel這兩樣東西 他們都很為人熟悉的 就是這兩樣 所以這個也很有收藏價值 現在講包包了 我最適合這個講起 已經沒有了一條絲帶 是這樣的 這個很明顯 就是Wallet on Chain 還有我第一個Gabriel的袋子 近鏡可以看到 那些皮是比較殘舊 這個是設計 後面沒有一個袋子 它的鏈也是比較殘舊 有拉鏈在這裡 我就不詳細講 因為如果不是這條片會非常長 但裡面是紅色的設計 然後就是這個很漂亮的Bling Bling的袋子 是非常圓的這個 其實我已經背過了 可以看我instagram的照片 是一個很好的晚上的袋子 因為夠小 而且這個很閃 它有一個Chanel CC的拉鏈 也很特別 前後也是一個閃亮亮 這個可以這樣抽著 但這條鏈不能拆出來 但我也覺得挺有趣 可以這樣抽著 也可以斜面 不能調整這個帶子 所以比較長一點 但也OK的 它有這個 墊著肩膀 不會有鐵鏈 好像弄得肩膀很痛 不裝得太多東西 因為加上圓形的袋子 而且這些小小的袋子 裡面比較小 但通常吃飯也不用太大的袋子 這個是接近白色的袋子 它不是白色 而且這個 就是他們的Classic Flaps 就是他們會加價的袋子 就是這一款 也是我最喜歡的 這一款的袋子 它就是 一個 Caviar的皮 然後後面有一個袋子 在這裡 這個顏色 就是今年最新款的 Cruise Collection 其實我還沒真的 給大家看那個顏色 其實這個是一個 Light Beige 但是在相機 照片 拿回來的顏色 其實是偏白 裡面也是一樣 也是配合它本身 Light Beige的 內容 這個其實我已經背了 就是這個 很漂亮的 粉紅色 它會變色 也買了mini的 已經拍了影片 所以可能你們會認得這個 顏色 後面也是一樣 有一個袋子 不同的燈光 真的不同的顏色 現在我看到 就是偏紫的粉紅 我不知道鏡頭的 配合是什麼 有一次看 是會金色的 裡面很快給你們看看 這個是Boy 就是有黑色的布袋 這個 我已經背了 就是這個 藍色 很喜歡這個藍 而且是有一點點 Metallic 這個是Caviar 我忘記說 剛才那個粉紅色 也是Caviar 是Caviar 後面就是沒有袋子 它那個金屬 就是這個 好像舊舊的金屬 裡面 一大格 紅色 七皮 很漂亮 每個人都很漂亮 是一個零型的隔離 七皮也要小心一點 如果真的染了顏色 或者花了的話 就沒得夠 裡面 也是紅色的設計 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 這個款式的袋子 因為我想把所有的顏色都存好 好漂亮 嘩 白色 這個Boy映牙色 是今年最新款的 Cruise Collection 它不只是一個白白色 我不知道鏡頭能否找到 它是一個帶粉紅色的白 而且它是Caviar的皮 後面 而且它的扣子 是非常亮的 鮮的 我就不會剝這個貼紙 因為怕刮花 那些 而且我發現白色的袋子 也蠻難買的 除了Lamb Skin之外 因為不會買白色的Lamb Skin 因為真的很容易 如果Lamb Skin的話 裡面也是白色 配襯袋 下一個袋子 粉紅色 我這個已經背過了 是有點像mini的尺寸 但是是季節的款 不是很像mini 經常會出那款的袋子 但我也有看到它們有出其他顏色 這個它有一個肩膀的東西 不會鐵鏈 因為平時的flap沒有 這裡很有趣 這裡 是這樣的 也是有幾個背法 可以斜背 可以旁邊這樣背 後面有一個袋子 可以放東西 但我通常都不用 而且它這個是磁石的扣 跟mini不同 它是CC logo 就是轉的 這個皮也是cavia 這個就是lamb skin 這個就是lamb skin 紫色 為什麼我會買這個lamb skin 因為它有一個metallic的finish 你看到有一點點亮亮的 這個lamb skin 沒有那麼delicate 比起真的 如果全lamb skin 沒有一個metallic的coding的話 然後它的金屬 就是黑色的 而後面有個袋子 雖然這個是有一個metallic的finish 但也真的比較delicate 因為我之前這個是換過的 通常是不扣的 這個扣子 之前那個印到有一個印 然後是漲不回來 裡面也是紫色配襯它 現在我要先弄好它 這個nude的顏色 beige light beige的顏色 但也不是真的那麼淺色 有一點點黄的 啡啡的顏色 它的金屬就是這個 橙橙的舊的金屬 後面也是沒有袋子 而裡面呢 就是配襯它這樣 Benedy case這個 配襯的 很漂亮啊 這個顏色 而且我很喜歡它這款的袋子 我也有它黑色 再配上mousse色的 是兩個不同的顏色 那個也比較classic一點 這個比較trend 很喜歡閃亮亮的東西 而且它這裡 是有個 鎖的 是CC的鎖 還有一條鎖匙 這邊有鎖匙 它那個鎖匙 是一個很亮的銀色的鎖匙 這個鎖匙就是這樣的 裝得很多東西 是有兩大格 中間有一個小 可能有些暗格 有什麼要裝 也有第二個暗格 這個再會比較暗 非常喜歡 這個最新款的 也是我第一次用這一款的袋子 就是近鏡 非常閃亮的 它的線 是一個 類似 是不是beige的顏色 金色 就是這樣 是Tweed的質地 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些染了顏色 就沒得夠了 這款的袋子 有出三個尺寸的 有再方形的 然後還有一個 再大一點的尺寸 那個袋子比較小 五尺二寸的 所以搭不到最大的尺寸 但這兩個款式都出名 裡面有暗格 這裡有兩個暗格 有一個拉鍊暗格 裡面也是一些布料 所以用的時候 也要小心一點 綠色 這個也是lamp skin 但也有coding在上面 所以是 閃閃的 跟紫色的那個 是同一個collection 所以他們出的東西 可能是不同顏色 但也是這個 lamp skin 再加一個coding在上面 而且會變色的 有時候看是 有一點點不同 深一點的顏色 很特別 裡面配合綠色 我想一下 其實我好像沒有買過綠色的包包 也是flap 橙色 我已經背了 Halloween的時候 非常適合 這個就是carrier的皮 後面有個袋子 非常漂亮 裡面橙色配衣服 粉紅色毛毛 好 閃亮亮 新年 聖誕 適合 其實平日也可以戴的 這個 它是一個銀色的 鏈 非常鮮的顏色 它有一個肩膀墊 在這裡 這個袋可以斜背 折背 打開裡面 就是配襯它的粉紅色 是很滑的 對面這裡 是類似一個c質的 這個袋子 沒說超級平 因為始終它是這一類型的布料 這個是 藍色 看不到 是一個非常深的藍色 Caviar的皮 銀色的鏈 非常 銀的 亮的 後面有一個袋 裡面呢 就是配襯它 深藍色的 這個coco handle 它也加了價 這個他們加了500元 我在加價之前買的 我很幸運 本來我們coco handle 沒有什麼興趣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handle 很阻礙 比較成熟一點 但看看 在instagram 突然覺得很漂亮 所以買了這個 在加價之前 這個尺寸就叫做small 但對我來說 也有一點大 如果我是單邊背 車背也可以 而且如果我最理想 最好看 可能用這個手柄 會合身一點 這個裝得非常多 非常喜歡 但它現在加了價 所以 我也買了 一會兒會給大家看到 是另一個顏色的 coco handle 就是mini的size Caviar的皮 金色的鏈 是比較殘舊的 金色 不是亮的 它有 兩大格 這格是大一點的 而這格是小一點的 有一個拉鍊在中間 之後這裡 有一點點像 Chanel的classic flap 可以摺唇膏 那些東西 這一邊 就是有一個拉鍊 放到超級超級多 這個cofo handle 非常喜歡 而且這個顏色 也比較容易配襯衣服 也是一些大地的顏色 我忘記說 它的手柄 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一個 帶一個深紅色 啡色 應該是啡色 深啡色的 是比較貴一點的 比起平時 如果用它這個顏色 的handle 這個密集恐懼症的包包 近看 是他們的花花 是他們signature的花花 這個包包有出到 另外好像兩種顏色 但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漂亮 比起另外黑色那個 黑色那個好像一塊 東西 這個比較有一點點不同 它那個花粉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顏色 是季節奏的款式 但它的尺寸有點像mini 這個 後面這裡有一個很大的一格 可以放東西 裡面 它的花花是這樣 在這裡這樣 這個包包適合 可能去吃晚飯 那些時候 也不錯 看照片 包包沒那麼好看 讓人看是漂亮很多 忘了忘了說 它的鍊 其實是帶金的顏色 淺金色的扣 這個是白色 近看他們的皮 是很有趣的 是有一點點一條條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是有些 帶一些 亮的一條條 直條 它的氣是銀氣 後面也有一個包包 就在這裡 這款包包 有條毛 也是我很喜歡買的 就是mini的尺寸 這個 裡面也是白色配襯 這個包包其實夏天 冬天都適合 如果去一些下雪的地方 非常漂亮 是杯 是黑色的杯 還有金鍊 是比較殘舊一點的金鍊 不是閃亮亮的 就是這樣 是lamb skin 黑色我覺得可以買lamb skin 因為會比較容易打理 比起淺一點的顏色 但底部比較軟 所以可能塞一些紙 收藏的時候會比較好 很classic的一個款 裡面是黑色的 如果用boy的朋友 也要小心點這個位 因為會比較容易刮花 而且如果是lamb skin 或者cavia 其實衣服的時候要小心點 可能按住這個滴 再先收 而七皮的話不用擔心 因為我有七皮的boy的袋 比較硬正的 在那麼多之中 七皮的boy是最硬正的 然後就是cavia 最後就是lamb skin 差不多說完了 包包了 還有五個包包 這個也是boy 我已經背了 粉紅色 很漂亮 這個 好像吹波膠的粉紅色 是cavia的皮 它的扣是金扣 但帶有舊一點的扣 裡面 也是粉紅色 配搭 是帶有metallic的 它的扣 是比較殘舊一點的扣 後面 也是配搭它這個銅色 我掉了保養證 放進去 是什麼顏色呢 哦 這個是Reissue 是很不同的 比剛才那些 就是一個沒有CC的 黑色的扣 再加一個黑色的皮 還有不是靈人的設計 品體呢 它的皮是比較殘舊一點的 可能這邊不知道會不會清楚一點 而它的鏈也是很不同的 這個Reissue 是比較重 是多一點金屬 是沒有那個皮 裡面的 平時Chanel的包包 是有一個皮 在那裡的 也有一個袋子 在這裡 哦 而且是巢的 這裡的底子 不是平的 因為我好像聽說 這個是可以帶去旅行也可以 可以摺起來 但我不想摺這個包包 裡面是配深紅色的 所有黑色的包包 它們都會配這個深紅色 這個Coco Handle 就是另一種顏色 但這個是mini的 是黃色 很可愛 它的金屬是一個金色 但比較殘舊一點的金色 而且漏了 剛剛忘記說 它們有四個釘在這裡 打開 格式 有點不同 有一大格 這裡有一格很小 放東西 也有一個拉鍊在上面 這裡 這裡有沒有東西 對 沒有東西 而且它那個 裡面是一個 棉的 容易髒的 裡面 另外剛才 小尺寸的 就是皮 這個叫做mini 粉紅色的背囊 我也沒有買到它黑色 它有印在這裡 我要收藏得好一點 看不看得到 這個其實 不是lamb skin 但也能印印 淺粉紅色 淺色也要小心一點 而且是背囊 它的金屬是金色的 是一個比較閃亮的 亮亮的金色 不是經常背背囊的人 但這個包包其實有另一個背法 就是這樣 抽著它也非常漂亮 打開就有這個索性 通常我會 可能留這樣 沒去到那麼準 然後照這樣收 很少會吸收 裡面有很多紙 所以看起來可能有一點大 如果收藏的時候 也要放進去 裡面 是粉紅色的 有一個暗格 在旁邊有拉鍊 它裡面的質料 比較亮一點 所以沒有那麼容易 髒 好像比剛才Coco Handle 那個 是綿質的 剛剛那個 這個比較滑滑的 現在想要有鞋的部分 第一對 是他們Cruise Collection 因為剛才也說過 他們現在是希臘的 封 這個是黑白的 很經典的 這個是他們的草鞋 還有它這個 草 藤這裡 有一點點 零零的 是新的 36號鞋 他們沒有出半號的 這個 很特別 這個鞋 也是新出的 這個款式 很女性的 顏色再配這個 黑色頭在前面 旁邊 這個不太高的 很性感的一個繩子 在這裡 這個尺寸就是 35號半C 經典的款 有個珍珠 還有黑色的鞋 是穿得高一點的 因為接近我們的膚色 也會穿得個人高一點 所有尖頭的高跟鞋 旁邊 這個尺寸就是 35號半 也是一樣 發現 我穿那個鞋 Chanel的 要小半個碗 平時我穿開 36號 就是這個 比較 紐色大地顏色 因為我發現 其實我也蠻喜歡 大地顏色的 因為比較容易配衣 它旁邊有一個 定定的Chanel 我也買了它 黑色的 這個款式的拖鞋 這個拖鞋 不是太好穿 但很漂亮 而且有時候配衣 有珍珠的 這個 我之前買黑色的那雙 只有那些鍊 非常Chanel 這個 底部這裡寫著Chanel 尺寸應該是36號 我自己本身鞋的尺寸 對 36號 白色的球鞋 Logo也是白色的 後面 後面 旁邊 旁邊 裡面 它有一點點零形 那個鞋墊 那裡 而它的鞋底 寫著CC 這個尺寸應該是 我記得好像買小半個 35號半 因為它們的球鞋 都比較大一點 所以買小半個馬 這個是他們灰色再配黑色的平底鞋 我買36號 它們的平底鞋非常非常好穿 而且這個是Lamb skin 所以下雨的時候不要穿 要小心一點 好 最經典的 這個經常斷時間 這個Nusee 再配這個黑色的頭 是Lamb skin 其實Lamb skin真的 不是太好穿 但這些classic款 愛漂亮不愛命 雖然這個是平底 但它這個位置 比較大 可能要多穿幾次 穿鬆它 因為我有它們的黑色的 全黑Lamb skin 這個位置不是太舒服 可能用鞋子撐一下 撐一下這裡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我也是買36號 這個是最新款的 草鞋帶拖鞋版 這個是很有趣 我看照的時候 都覺得不是我的風格 但穿上腳之後 是很有趣 而且很舒服 因為它們的草鞋 只是Tree是最舒服的 但其他那些 也比較辛苦 因為也是那個位置 而這個是比較鬆 他們的標誌 黑白 可以看真一點 它的質地 是有一點點亮亮的表面 它的尺寸是36號 很可愛 其實我很期待穿這個 遺忘了說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 裡面 到一半這裡是不同的質感 裡面是滑一點的 好像是絕絕腳 而這裡是亮一點的 因為可能怕掉 這個拖鞋 其實我看到Tina的IG 然後非常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 閃亮亮的東西 而且這一款的鞋 也很出名 在Chanel 是 端子不是太高 是可以逛街的高跟鞋 因為比較矮身 而且端子比較大 銀鏡很閃 這個 連黑色這裡也是閃的 這個尺寸是35號 我整整買小了一個馬 而且忘了說 它旁邊是有CC標誌的 這雙鞋子很漂亮 買了他們金色的 然後他們也有出銀色 這雙很閃亮亮 而且是一個零型的 很經典的一個款 我也買了 36號 這個是36號C 很經典的黑白高跟鞋 這樣看鞋頭很深 但穿上腳之後 是剛剛好 真的要穿上腳才知道 這個 旁邊它有一個Chanel logo在這裡 端子也不是太高 不是說太幼 所以也OK 就是這雙銀色的科鞋 這個也買得很快 而且它的鞋帶 也有一點點閃亮亮 銀色的鞋帶 旁邊 Chanel logo是沒有色的 後面 這個尺寸我記得 也是35號半 對 這個是35號半 他們Classic的款 我發現原來 也是有CC logo在這裡 這個質感很可愛 是一個 黑色滑身的質感 前面這裡是另面金色的 可以配襯一些金色的鏈子 的Chanel包包 非常好看 這個尺寸我買35號半 我發現這款鞋 它們不同的質感 也要不同的尺寸 所以我建議你們去店裡試試 這個比較冬天一點 是一個櫻子 的質感 也有CC logo在這裡 黑色的鞋頭 是滑滑滑的這裡 好可愛 是一個尺寸的顏色 很難買的 這個顏色 我記得這個 我不是在Chanel專門店買的 因為多數我所有的東西 都是在專門店買的 這個我要去百貨公司才有 因為這個顏色 真的很斷視 也有一個CC logo在這裡 它是NUDE的黑色 我買的尺寸 35號半 跟剛才那一對一樣 這個就是另一顏色的 是黑色 近看只有一些鏈 就沒有像剛才那一對 有珍珠 那些 是金色的 旁邊有一個定定的CC logo 尺寸是36號 我買了它的黑色 因為它們黑白是最經典的 近鏡是這樣的 原來它的鞋底也滿漂亮的 是這樣的 黑白的 也是它的CC 就是沒有顏色 35號半應該也一樣 對了 35號半 看看它們的銀色 但它們的質地跟剛才那個不同 這個是一個鏡皮 因為它們的鞋也有分很多不同的質地 跟它們的包包一樣 旁邊也有一個CC 可以配合一些銀色鏈的Chanel包包 尺寸方面也是35號半 唯獨是暫時那對的閃亮亮 我就要買小整整一個馬 這個其實是減價 這個在百貨公司買的 就是比較特別一點 是現在流行的 就是一些劇的用 後面有一個大大的CC logo 這裡扁了 會脹回來的 現在穿一下的話 而旁邊是這樣的 很方便 而且也給我一些高度 而且是一個口底 所以不會那麼難走 它的尺寸是36號 很像UX的Boot 這個 但它有這些Chanel的鏈 很漂亮 看真點 這個鏈 而下面呢 是寫著Chanel 而且我已經習慣了LA的天氣了 冬天我也覺得很冷 而且遲些我會去East Coast那邊 所以這一對Boot就適合了 裡面真的跟UX很像 也是有點毛毛 而且我穿過 裡面也覺得很舒服 很軟軟軟 我發現我就是適合這個高度的Boot 如果再高一點的話 就不可以穿平底 除了Seward的Boot之外 或者要有高窄 我的腳就是O型腳 所以選Boot方面也比較難選 之前也看過一些Chanel的Boot 是黑白很classic的款 我會把照片放在這裡 超喜歡 但穿到上腳之後 變成像腿 而且不是很合適 我這種O型腳 但這一對穿上腳之後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我很忘記說 這裡有CC的Logo 很隱蔽 好了這條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而且我也想知道 你們覺得哪個包包和鞋 最漂亮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按讚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幫助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還有微博 拜拜